经济部上夜司主办的2020经典台菜美食展 一连三天在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来登场 今年新冠肺炎冲击到餐饮业 为了帮助这些餐厅业者升级转型 主办单位是评选出了全台60家经典台菜餐厅 这次一并展出 让民众来挑选合适的喂牙春酒以及年夜饭 提前卡位明年的年菜市场 厨师装扮几股演出带动现场气氛 为这一场由经济部商业司主办的 2020经典台菜美食展揭开序幕 开幕 欢迎大家一起来订好菜喝好酒品好茶 那个尾牙跟酒还有这个年夜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高兴 把今年选出的60家经典台菜餐厅一一来做颁奖 那在座应该很期待 很期待我们很多这个知名台菜 可以如数加征一一来这个养用 2020经典台菜美食展一连三天 在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来登场 今年新冠肺炎冲击餐饮业 政府借机帮餐厅业者升级转型 并评选出全台60家经典台菜餐厅 这次共有18家涉摊 让民众抢先品尝 那这个红麴卤肉饭呢 我们是用自己做的红麴来制作的 那呢我们来自埔里 所以我们还加了埔里的特色 绍心酒 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呢 还有绍心酒的香味 那另外米呢 我们也是用选用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香米 那你在吃的时候呢 会有吃到那个米饭呢 它的特别的香气 一只猪的五花肉 然后一片就是一整张的猪肉呢 只能够做九份 然后它是很平均的均匀的一个油脂的分布 然后一片的厚度大概0.3公分 然后用宝塔的中央 然后一刀不断这样子 然后里面就是梅干菜 就是那个梅干蔻的春花板 紧接着就要张罗伟衙春酒以及年夜饭 透过这一次美食展民众提前挑选 业者抢先布局 经济布上夜市更加码 消费满千就有万元桌菜夹边家的活动 希望民众多多捧场 借李静养台中采访报道